翻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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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就為了吃張魚燒 我跟文道現在前往大阪的路上 文道先前往大阪的路上 我現在要看到大阪,但文道的荷物很足夠 現在是邪魔的,所以我們先在這裡拿走 我們先去訪問一下 我們剛才從新家藥車站的7號出口走過來 差不多走兩分鐘就走到飯店了 其實真的還蠻近的也蠻方便 只是櫃台在三樓 所以我們現在要坐電梯去三樓櫃台check it in 趕快把文當這個中到鑰匙的行李來放著 不然太麻煩了 我們在這裡聽記名字、記名字、記名字、電話 他們這邊有很多人可以講中文 所以大家來這裡也不用害怕 可以直接跟他們講中文 就麻煩先使用明明住所邊的自動check in 即完成入住的記名字 它這邊有很多語言可以選擇 有日文還有英文 然後中文還有簡體中文 跟韓文 然後它這裡可以選房卡 你要進房間收到幾張 因為我跟文當是兩個人 是不是選兩張 這個 住宿手續完成 那我們現在去我們的房間 我們房間在11樓的樣子 走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習慣 是在進房門之前你要敲兩下 我閉嘴 開動 然後也是這邊要擦房卡就會亮 哇 它其實蠻大的耶 怎麼樣 蠻大的吧 一般的日本的BJNs Hotel 都很小 可是這一間呢 在日本的BJNs Hotel 裡面算是大的 給大家看還有這個桌子 噔噔 它這個椅子可以移動 然後在這裡坐著 然後文當是在那裡坐著 然後在那裡坐著就能說話 啊 いいね 然後呢 它這邊還有這個Supu 因為日本的天氣比較乾燥 所以日本人就會開發這種東西 讓他們的皮膚比較保水 那我們晚上也可以用 還有它 這個部屋裡 一、二、三 ここ? ここ ベッド 四、五、五 是嗎? ここ、ここ、ここ 是嗎? 是嗎? 6、7、8 あと何個あるかな? ここもあるよ 啊!8 9 全部9個あります めちゃくちゃありますね 還有空気清浴機もあるね なんかよく臭いとか気になる人いるじゃん そう 煙草 そうそう煙草を用と思って Kanokia用的Panasonic 有助理器也有 對 之前也有說過 日本也有乾燥所以 不然使用這種東西 就會變得不好的 這個應該是不錯的 電視很大嗎? 這個50インチ 平常是32インチ 對 那是不能做的 這是電視的 然後呢 大家看這個床 這個床是雙人床 是Clean Size的 你們看 哈哈 很大 日本也沒有這種床的床 真的嗎? 對 日本人跟外國人比 身體不太多 所以沒有床的床 那我們行李已經放好了 就要去今天最重要的行程就是 我們要去吃章魚燒了 走 Let's go 但是雖然說要去吃章魚燒 我們兩個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功課 不知道要吃什麼 哈哈 就是想說我們去問那個 Furonto的櫃台人員 然後我們要吃的 第一家是賈賀流 我們這次點的是他們的招牌 是蔥跟醬汁 是賈賀流他們的獨家Menu 那我來吃吃看喔 いただきます 啊 熱熱熱 很好吃耶 它裡面吃起來還是麵糊濃濃脆脆的感覺 然後 因為章魚燒通常醬汁的味道比較濃 比較膩 可是它有加就是蔥啊 就讓整體吃起來比較爽口 我覺得好吃 嗯 滷滷滷 雞蛋糕很脆脆的 食感是普通的高級口味 嗯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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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它這個是辣味的 太過分了 這個它是根本就拿不起來了 它是軟到不行 欸呦 超軟的 你真的拿來 喔 喔 這是延會的章魚燒 它就沒有像一般的章魚燒那樣外面有那些 很濃厚的醬汁 然後裡面這個是比賈賀流還要更糊的那一種 因為我自己吃章魚燒全部都還蠻喜歡的 不管它是裡面脆脆的還是糊糊的 但這個糊的我也蠻喜歡 只是它有一個確定是比較難拿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提供湯匙 我們今天目前吃的兩家都是比較特別的章魚燒 不像是我們一般都會吃到的那一種 6點 喔 5點 為什麼5點? 有點難吃 對 味道很美味 但是有點難吃 不然裡面會很容易吃 然後口裡的中 會蠻傷害 Salud 但是整體的其實都大小 是大小的 所以就有很多 確實 會鮭魚燒 這個是章魚燒鹹北 是這家店的特產 就這家店才有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特別點 我吃囉 喔 Masamu 正確 嗯 完全吃不到章魚燒呢 我已經吃了 好吃耶 這樣好特別喔 我們兩個點的是章魚燒明太子口味 但是我們還沒有吃到明太子 讓我們吃到再跟大家報告 下邊吃不完就掉了 它的味道我看來講 這樣完全不一樣耶 應該是因為它裡面有加那個天婦羅的麵衣沙 如果大家來大阪的話 建議可以來這裡吃看 因為這個章魚燒是目前三家我覺得最值得來吃的 好吃了吧? 天菁 advanced 超好吃 夏天 這裡真好吃 味道很炎 真的很不一樣 所以對方我是不一樣的 但如果如果你領點田菊煎餅 最後就是用添粉的 forsys 他應該很難吃 這樣就全部吃掉 顔中的馬米子 對 因為當然是章魚燒吃的太膩了 所以我們最後一家是來吃的 有很多很多東西的店 不是只有章魚燒 那我來吃看這家Otaku Inc的章魚燒 我覺得這家可能台灣人會比較喜歡 因為它的章魚燒的外皮是有點脆脆 然後有點焦焦的味道 我覺得可能是台灣人會比較喜歡的 然後裡面也是像是大阪的一般那種章魚燒 那種麵糊的都怪的 可是整體來說 這個可能是台灣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 我們終於結束了我們的章魚燒之旅 但是還是覺得肚子有一點餓 所以在回飯店之前 我們就想出來飯店下面的Seven買點東西吃 Finn ăm 朝 二十三 層 西村 四十六 章 四十七 男 三十七 男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行政前にこちらの在籍中をカード取ってから行きます 一人一枚ずつあります 一人一枚ずつあります 阿這裡的早餐都是免費的 6點半到9點半 3個小時給大家吃 然後建議大家要來的話 早上7點來 因為7點的時候人最少 然後給大家看這裡最有名 是他們的鐵漆克力豆腐 是他們這裡最有特色的一個東西 然後很多人都說加醬油啦 可是我自己喜歡加芝麻醬 之前拍影片給我講 嗯 那是醬汁嗎? 醬汁嗎? 嗯 那我從你們看到這個影片 想要預約這個 BIANI HOTEL的話呢 可以看說明欄 他們有給我一個 我自己的專用的折控碼 那如果你們在預約的時候 收入這個折控碼的話 最高可以享有八折的優惠 然後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這裡 那我日常生活都比較常放在那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記得按讚 算件 很可愛 字幕提供